主耶稣 約翰福音裏面講到 與主耶稣連系起來 所以Mino這個字 在希臘文裏面 Mino這個字在約翰福音裏面 很重要的一個字 有一個傳統告訴我們 約翰寫約翰福音在晚年 在伊弗所裏寫的 伊弗所離開耶路撒冷很遠 一切重要關於主耶稣的事 都發生在耶路撒冷 但是約翰說到 這麼遠的地方 這麼不同的文化 一個這樣的環境 甚至乎不同語言 其實都可以 與耶稣連系起來 約翰福音整本福音書 他用了背幕的圖畫 所以一開始他說到 住在我們當中 到成了肉身 住在我們當中 住那個字 其實是講著 Turpenaco 可以說是責營在我們當中 約翰就告訴我們 原來神就是這麼想 跟我們同在 而就算我們身處於 在伊弗所 或者是一個非常羅馬 非常希臘的一個世界裏面 講的是不同語言 如果 主耶穌講的說話 聖經 如果摩西五經 如果按著主耶穌 這樣去教導摩西五經 整個的明白在我們裏面的話 我們就是跟主耶穌連結起來 所以約翰福音裡面講到 如果主耶穌的道在我們裏面 我們就是跟耶穌連結起來 所以今天都是一樣 只要我們深存主耶穌給我們的道 我們就跟主耶穌連結起來